刚才有人说就是里面好多不好的意念 误会的意念在里面怎么办 处理的方法是这样的 首先是整天尽量爱慕神 思想神的美善 神很爱我 神创造的食物很好 神创造的空气很好 神创造我的身体很好 整天都思想神 爱慕神 这样的话你就整天都在平安喜乐的状态 就容易平安喜乐 然后有这些负面的思想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处理 整天处理了 我们就说 这个得胜五不取 我们会继续再讲的 留意到有负面的想法 有罪有负面的情绪 第一 留意 跟我说留意 第二 破坏性 不好的东西必有破坏性 第三 圣经 圣经说什么 第四 祷告 求神赦免 求神给我力量 第五 第五 是选择信服 这是我们本来里面有负面的想法 有误会的意念 马上就细想 耶稣为我定习之家 祂付出代价 赦免我的罪 拯救我的灵魂 耶稣 差遣 圣灵感动我 带领我 祂做这么多工作 祂这么奇妙 基督徒怎样帮助我 这么奇妙 我们就感恩了 感谢神 神真美好 我就取代这些负面的想法 这些误会的想法 就是说这些误会的想法有破坏性 我就用思想圣经 将这些负面想法放下来 例如有仇恨人 有怒气 我们就说 怒气会破坏我的生命 我选择祝福他 因为我也需很多罪 神赦免我 别人有罪 我不能要恕他 我就求神赦免我 然后求神洗净我的罪 我就选择处理我里面的想法了 这个人其实很可怜的 因为他被人伤害很多次 所以他会伤害我们 所以我里面也怜悯他 就祝福他 我选择 本来有怒气的 我选择不去发怒 我选择去祝福他 为他祷告 饶恕他 这样我就改变这个怒气 变为祝福 我选择 可以选择的 为什么呢 当我们有正面的想法的时候 正面的情绪的时候 对我们去祝福 神就喜悦 我们常常属上神的恩典 常常感恩喜乐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 生命就提升 所以发觉有不好的意念 马上处理 有误会的意念 例如 有见到异性 觉得很吸引 很想再看 当你有这个心很想再看的时候 就是被吸引 你就马上说 如果我看 就会影响我了 神就知道我的心 这个是带来破坏性的 所以我就说 我选择不去想 我转过头 不去想 我想耶稣的恩典 不去看 如果你看到美女 但没有不好的意念 没有问题的 因为有些 我们服侍人 有些都是美女的 但我是尊重她 我不是想 她有无谓的意念 我只是祝福她 就是保持里面去祝福 接受人的心态 欣赏人的心态 看重人的心态 改变这个意念 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我问你一下 现在你能够将 这些误会的意念 放下吗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 现在可以 其实也可以 这个就是秘诀 我知道有破坏性 留意到 知道破坏性 圣经说什么 祷告 求神赏明我 给我力量 然后我选择 这个是得胜五部曲 然后得胜三部曲 简单的 留意到 祷告 选择圣服 马上我选择 用正面的想法 有不喜欢某一个人 我就选择 我去欣赏他 神看他是很宝贵 很重要 神要祝福他 这种心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